明白大学生剪破烂,最终成为千万富翁。 哈喽大家好,这里是貂蝉聊电影, 今天给大家带来国产剧情电影《怪有》。 当初大学校园的吉安,在一次次面试中碰壁, 她学的是历史学,本就不好找工作, 再加上她心高气傲,眼高手低, 每次被拒绝都关面试官眼瞎, 丝毫没有在自己身上找原因。 吉安和女友的感情一直很好, 女友很快就找到了心意的工作, 在广哥公司上班, 两个打算打拼几年,把房子首付交了就结婚。 一直找不着工作的吉安,有些着急, 她的家里是开修车铺的, 父母都是老实人。 这天,一个说破烂的怪老头来到修车铺, 吉安有些嫌弃,甚至出言不逊, 父亲将他教训了一番, 并耐心地给怪爷修好了车。 父亲告诉吉安, 老头是住在附近出了名的独居怪人, 大家都叫他怪爷。 父亲看他可怜, 每次给他补胎时都会少收些。 就在父亲给怪爷补胎时, 一个富二代扛着古董单车来到店里。 古董单车是父母的定情信物, 为了和母亲开心, 他愿意出一半高价修理。 父亲本想拒绝, 要找到原装的车轱铺太难了, 可吉安一听到出价这么高, 赶紧答应下来, 说自己一定会想办法把车铺铺找到的。 在一旁的怪爷听到一切, 第二天, 就把车铺铺送了过来。 车修好了, 富二代交了一万元的报酬。 父亲让吉安给怪爷送去一半, 怪爷不愿意收, 还把吉安赶了出去。 父亲觉得不能白白说别人的人情, 于是让吉安去买两瓶好酒, 换一种方式感谢怪爷。 这一来二往的, 吉安和怪爷由原本的相看两眼, 慢慢地成为了知己好友。 怪爷知道他最近找工作不顺利, 劝戒着, 也一定要借交借造, 一张文凭是当不了饭吃的。 可吉安没有听进去, 不仅放弃了找工作, 还每天在古玩市场瞎转悠。 听老同学说, 卖金房品能赚不少钱, 于是动了歪心思, 自己是学历史的, 只要低价淘楼金房货在高价卖出去, 挣得差价也比自己打工强。 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女友, 女友劝说他务实一些, 可吉安坚信, 学历那么高, 出来单干, 一定能挣钱。 杨仁维斯炒了一架, 富二代是女友公司的总先, 全公司的人都看得出来, 他对女友有意思。 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, 在公司聚会当天, 女友把吉安也叫来了, 富二代一也就认出了他是修车的, 吉安以为女友是在羞辱他, 生气地离开了。 如今的吉安自卑又自负, 为了能赚大钱, 让人瞧得起, 又开始在古玩市场下转悠。 有个店主看他是行家, 于是拿出了自己压箱里的宝贝。 吉安一看, 这房品的卖相极其不错, 于是回家跟父亲要钱, 父亲劝他无实一些, 他却着急要证明自己, 父亲无奈只好把钱给了他。 拿到货的吉安走在路上, 一个自称高局长的收藏家叫住了他, 说自己刚好有另外一只, 想凑对, 愿意出三万, 收购他手里的瓷器。 吉安一听, 立马同意, 良约好了明天到财务局门口见, 一手交钱, 一手交货, 交易很愉快, 吉安转手就赚了两万多, 不仅把借父亲的钱还了回去, 还带着女友去吃了顿大餐, 他说自己马上就要发财了, 却不想落入的是更大的圈套。 第二天, 他又到古玩店淘宝, 店主见他来了, 立马就拿出了另一件宝贝, 这一次的不是房品, 而是真词。 吉安一看, 果然不错, 店主要价高达六万。 拿不准主意的吉安联系了高局长, 高局长看了照片后, 立马说这是正品, 自己愿意出三十万收购。 吉安一听立马回家拿钱, 可父亲听到他的描述, 总觉得奇怪。 吉安却拍着胸脯说, 自己找专家鉴定过了, 绝对没问题。 已经被立即冲昏头脑的他, 逼迫着父亲, 就算是借, 也要给自己借到那么多钱。 父亲拗不过, 只好答应。 只是, 当他给了钱拿到货后, 怎么也联系不上高局长。 找到门问一看, 根本就没有这个人。 回到古玩市场, 他未早已搬空。 回到家的吉安看着父亲辛苦的模样, 不禁觉得羞愧万分。 看着女友打来的电话, 他也默默挂断。 他找的冠爷诉苦, 冠爷告诉他, 这个局是专门来骗你的, 并劝他和父母说实话。 吉安回家将一切告诉了父母, 并承诺自己一定会想办法还钱的。 父亲没有责怪他, 更没有想让他还钱, 只想让他记得这个教训。 冠爷让他明天开始跟着自己收废品, 吉安答应了。 现在的他, 已经没有了原来的架子, 只想他的失失地干活。 第二天一早, 吉安就带着冠爷来到理发店, 剪起了头发, 自己也脱下衬衫, 换上了T恤, 两人穿梭在城市间收废品。 女友知道他的处境后, 想帮他找一份工作, 于是联系了富二代。 直到这件事的吉安生气极了, 当街和女友吵了起来, 两人闹得很不愉快。 在一家高档酒店门口, 吉安和怪爷收着废品, 女友和富二代来吃饭, 女友想要解释, 吉安却转头离开。 想着以前在校园时的全真情感, 吉安不禁觉得伤感。 怪爷知道吉安心里苦, 于是打电话让他帮自己送个东西。 吉安拿着一幅画和一封信, 来到一栋高级写字楼, 接待他的是黄董事长。 黄董事长一见到吉安就询问, 他和怪爷的关系, 还说怪爷的真名叫叶景天, 祖上是贝勒爷。 这幅画就是祖传下来的古董, 并给了吉安一千万。 拿到钱的吉安都懵了, 他找的怪爷, 怪爷依旧在喝着小酒。 他让吉安先把女友追回来, 再拿着这笔钱去创业, 一定要混住个样子。 吉安想了很久, 做了很多调查, 决定开家敬老院。 这是一项好的事业, 也是回报怪爷的最好方法。 他将最近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父母, 开始着手开办敬老院一事。 故事的最后, 敬老院顺理开张, 女友也想清楚了, 拒绝了富二代的追求后, 提交了辞丛。 他找的吉安两人重归于好, 一起打理敬老院。 吉安也终于懂得了, 只有脚踏实地, 懂得感恩, 才能重就自我。 好了, 本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你看都看了, 确定不关注我吗? 下期再见。 谢谢。 谢谢。 谢谢。